雖然有6800多間 我們現在給它分成三級 第一種叫一般防疫旅館 就是跟過去一樣 就從國外進來 在那裡停留14天 有症狀我們就給它繞出來 沒有症狀才讓它進入我們台灣社會 另外有些防疫旅館 它是專門在這個 收那個居家隔離的那種病人 比方說有確診者 那就被框 我們叫框那個第一圈的 要設定居家隔離 那坦白講在台北市不見得有辦法做到一人一戶 所以目前這些人 我們就可以把有專責的防疫旅館轉成 專門收這種居家隔離的防疫旅館 當然還有一個更 所以最近因應需要 因為我們之前講過 確診者 事實上真的需要去住院 大概只有20% 也就是說80%的病人 只要有個地方可以這樣嚴密的監視 讓他確定過了10天也沒有問題 其實這些人在 再做個PCR檢查 如果他都沒有什麼問題 其實他可以重新回到社會 因為事實上這個病毒 你知道 除了某些變種病毒也許比較強 大部分的新冠肺炎的感染 這些人只要撐個10天 那也沒有什麼 他就很輕微 也許喉嚨痛 流鼻水這樣 那就過去了 他在檢查 病毒也沒有 所以我們現在需要有一些旅館是 專門在收容 他快篩出來是陽性 PCR是陽性 先放在那裡觀察 因為如果把這些 沒有症 症狀 輕症的病人 全部放在醫院的話 會把醫院搞垮 所以我們現在 這個防疫旅館有一種叫 防疫專責旅館 或者叫做集中檢疫所 就是說 我們把它叫做 加強版防疫專責旅館 有些拗口 其實就是集中檢疫所 就是說 他是確診者 但是症狀不明確 我們給他擺在一個有醫護人員監視的地方看著 那麼現在我們已經有4家轉成 現在有351個房間 其實我們陸陸續續 把一些比較大型的 防疫旅館要轉成這種 加強版防疫專責旅館 坦白地講 他就是我們台灣版的 防疫苑